加拿大空軍出動CP140反潛巡邏機 趕赴紐芬蘭外海 透過雷達掃描搜救失蹤的泰坦號 觀光潛水器 目前好消息傳出水下聲納浮標 疑似探測到碰撞聲 還在想辦法聽聲變位 找出潛水器的確切位置 潛水器上5名乘客 除了英國富豪哈定之外 現在確認還有潛水器公司自己的CEO拉什 以及巴基斯坦知名商人達伍德副子檔 到台灣時間週三中午 氧氣儲量剩下不到30個小時 救援10萬火急 目前搜索範圍廣達2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美國康乃迪克州的面積 潛水器也相當於一輛箱型車大小 搜索最困難之處就是潛水器失踪深度達到3800公尺 巨大水壓需要特殊裝備 偏偏全球能夠到這麼深的潛水器非常少 美國的核動力潛艇也到不了 美國軍方求助一艘能夠水下搜索6000公尺的法國科研船 最快美東時間21日晚間才能趕赴附近海域 黃金救援時間外界都在等好消息 TBCN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